第三个呢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公司 但是在加拿大上市 这个叫Just Kitchen 云端厨房 我就看到说 哇 怎么有一家公司啊 这个是台湾人成立的 在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 在4月的时候挂牌 最近在美国的纳斯达克 5月也要上市 那他做的是这个虚拟厨房 虚拟厨房是什么 他基本上就是 他这个就在网络上面 他跟很多的这个餐厅 这个比比尺这个合作 那他自己的话呢 事实上是并没有 这个真正的这个餐厅的 这个实体的这个店面的 但他就是跟这些固定的 一些的这个餐厅呢 合作然后打造出品牌 除了就是说 像他这上面讲的 大三元啦 胡须章以外 他自己也有14个这个品牌 所以这个厨房呢 对他来讲他是虚拟 因为他是自己 这些都是别人的 他没有 那这个执行长叫陈兴豪 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华裔 那么北美的市场是很厉害 这个很大 那我必须承认他很厉害 哇 这个公司成立不过两年 就在这个加拿大上市 那今年的台湾呢 要开设这个25个卫星厨房 就是跟很多会做菜的这个餐厅 反正他们的实体店面 也没有办法开了嘛 那那就跟透过这样子 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网络的这个平台 跟他这样子来合作 那他自己呢 他本身不一定有这个送餐 他的话呢 另外再跟我刚才讲的像 Doordash的这些的合作 那我有几个观察 第一个呢 新创企业 海外布局是很重要 台湾的新创就走不出去 第二个呢 你要拿国外的资金 拿国外的资金 像这个在加拿大上市 就很厉害 然后第三个是数位运营的模式 那这个第四个呢 这个是他蛮特别的 多挂牌 就是不止在一个地方挂牌 那只能说 因为我自己是做投资银行 我只能说这个年轻人啊 真的是很懂这一行